今天下午的时候 台北信义区整条马路竟然大停电 虽然说台电曾经了这是计划性的停电 但近期真的好长停电 台湾到底有没有缺电危机呢 因为上周台电才紧急动用了需量净价 也就是以最高每度电10元的高价 来向民生电厂买电 就被外界解读是缺电警报响了 甚至经济部还拟定了 祭出要限温令遭到了多位立委的抨击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还是重申 台湾没有缺电 一整排店家内部黑压压一片 台北信义区24号下午整条马路大停电 虽然台电回应此为计划性工作停电 但缺电议题还是吵得沸沸扬扬 台湾到底会不会缺电 会不会缺电 不会缺电 不会缺电 电力呢 有没有缺啊 没有缺啊 我们需要到随时买保险 实时买保险 那算不算捉襟见手 不管几位立委 怎么问经济部长王美花就是强调不缺电 但明明光是4月台电就两次启用虚量竞价向企业买电 甚至收购价最高来到每度10块钱 让立委抨击这难道叫不缺电吗 缺电 缺了这种小面的一桌要买到10块 竞价买来其实就是买保险啦 让我们的这个被用的这个 被转的这个量体呢多一点 虽然需量竞价只占台电成本的0.17% 王美花也澄清如果不向外买电 用台电本身的柴油机组 一度要12元成本反而更高 但去年花了数十亿在买电 但电还是不稳定 突然停电 台电表示共有523户受影响 这个是不是缺电呢 跟委员报告好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设备有故障啦 而眼看天气越来越闷乐 经济部寄出新的限温令 针对用餐时段要求业者将冷气温度 控制在二三度上下 立委直言政策只是包装 其实台湾就是缺电 你这个限温令是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没有我们在用餐时间的这个 鼓励大家23度这一个 现在是在推广 一场质询经济部多次强调 不缺电不缺电 但从台电买电 限温令再到跳电频传 台湾电力稳不稳定 是否如同美花部长讲的 到全世界捷电 大家都应该要努力来做的事情 每天用电的老百姓 想必心中都自有答案 东西新闻张布祥福一文台北报导 看盘都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